优优独播剧场——YoYo 温馨提示 前方剧透来袭哦 卢格成功救下蒂亚之后 维克尼领地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蒂亚的父亲也引去踪迹等待时机 因此 卢格将蒂亚带回了图哈德 现在在卢格父亲的帮助下 蒂亚获得了新的身份 蒂亚维克尼将变成克罗蒂亚图哈德 作为图哈德男爵的女儿 也就是卢格的妹妹生活下去 另外 蒂亚的十几年龄是16岁 但图哈德男爵在户籍上却改成了14岁 这样做是为了能让蒂亚和卢格一同前往亚尔班王国的王力骑士学院就读 入学条件有两点 一是王国内拥有魔力者 必须在14岁夏天到16岁夏天入学学习 二是贵族强制入学 平民则以志愿者身份入学 之所以这样要求 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军事水平与魔法挂钩 魔力者人数的多少 能决定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 为了培养魔法人才 给战场王都增加战力 国家才会颁布此政策 用两年时间挖掘有才能的年轻人 但图哈德男爵表示 这只是表面的目的 真相是这个国家也分贵族派与王族派 贵族们在各自领地 自封为王的现象越来越多 他们普遍事业狭隘 毫无长远计策 守着他们的领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王族为了开拓贵族的世界观 给他们灌输效忠国家的理念 才推出这样的制度 更重要的是 勇者也会出现在这所学院 因此卢格必须前往 他要用两年时间收集情报 并与勇者成为朋友 倒是蒂亚听完之后颇有些沮丧 我懂了 我会当卢格的妹妹 不过有点遗憾呢 我本来是希望 将来可以成为卢格的新娘子 蒂亚投以哀伤的微小 但图哈德男爵表示 兄妹结婚在亚尔班王国是很普遍的 没错 近亲结婚在这个国家是被允许的 在这里 生育培养具备魔力者 被视为第一要务 途径手段多样 甚至还能花钱让别人协助生小孩 果然异世界的伦理观都很奇妙 总之各位大可放心 有岳岳类老师在 蒂亚和卢格一定能在一起的 在前往学院前 卢格做了两手准备 一是经过父亲的允许 教导蒂亚图哈德的暗杀术 二是带着塔尔朵与蒂亚 一同上街采购入学制定物品 顺带一提 卢格之前私下拜托马盒的东西 也终于到手了 那是名为鹤皮智囊的神器 只要源源不断注入魔力 就能任意增加容量 且重量不会改变 是卢格用来携带 法尔什等武器的最佳选择 卢格三人抵达的学员都市 实际上也具备承寨技能 这是为了保护王都 不受北方外敌侵扰 同时这里的学生 也被算作战斗力 出到学院 卢格一行人很快就被 两个身影吸引住目光 首先是一身华丽装扮的 凯菲斯公爵家的嫡子诺伊修 其身后家族是王国内 四大公爵之一 门第仅次于王室 因此卢格被父亲特意嘱咐 要小心此人 第二位引起卢格注意的 分辨性别 举止切生生的 这位勇者所到之处 声势浩大 完全能盖过贵族 卢格看到了对方的魔力 他能笃定 那就是勇者 在正式入学前 所有学生都会进行一场测试 学院会根据成绩给学生分班 最顶级的班级是S班 参加测试的200名学生中 只有8人才能进入S班 不用说 勇者肯定是S班的 因此卢格他们必须要挤入S班 测验有两场 分为比试和实操 比试部分肯定难不倒卢格了 毕竟人家早就提前做准备了 最后成绩也很理想 塔尔朵在庸人中排名第一 全榜排名第六 地亚全榜第三 卢格与诺伊修共列第一 至于勇者艾伯纳 直接全榜倒数第八 关于这一点 卢格私下有所调查 艾伯纳并非天生勇者 而是后期觉醒成勇者 艾伯纳虽生在利安诺男爵家 但不受家人喜爱 似乎有着相当凄惨的遭遇 以及他的户籍为男性 只不过见到本人后 就连卢格也分不出真实性别 因为生在普通的男爵家 成为勇者的十日上前 也没受到高等教育 成绩倒数第八也挺正常 测试的实操环节 又分为三小块 首先是魔法 这一板块考的 就是最基本的属性转化 以精准率 吟唱速度 转化率等为评分标准 这一块内容 也就是幼年时期 地亚交男主的内容之一 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技术 不过毕竟天才的学生也是天才 这一关对于卢格来说 简直无压力啊 值得一提的是 勇者在这个环节就很迷了 可以说完全是胡来 魔率转换率贼低 顶多只有五成 在一般水准之下 唱颂也慢 精度更是不行 但魔力试出量实在超乎常规 光凭这一项 就能远超很多人 以火属性的基本魔法 火炎球为例 正常情况下 那是可以发出 拳头般火球的魔法 球体精环 被击中顶多烧伤表皮 但在勇者这里的火炎球 直接变成宛如 以太阳压缩而成的灼热子弹 射出速度远超音速 在贯穿弹道上一切的同时 瞬间消失在笔端 还顺道破坏了护国屏障 没造成伤亡都算奇迹 初见魔法都被勇者 强化成这样了 卢各完全无法想象 跟他交手的后果 到了体术环节 通过卢各的训练 塔尔朵在这一块 简直是如鱼得水 要知道 这一环节 真正考察的是 魔力与身体的配合 局部强化还是整体强化 都需要学生自己拿捏 塔尔朵的成绩已经很好了 这还是他多年被断练出来的结果 但勇者光凭毫无头脑的强化 就取得了第一 卢各完全不觉得他自己能赢他 光是拿来做对比 这件事就是错的 那些当初看不起勇者鄙视成绩的人 又纷纷围过来 但卢各发现 勇者似乎并不擅长交际 反而显得很不习惯的样子 像这样的性格 在精通心理学的卢各眼里 反而更容易对付 最后一项测试 同时也是最精彩的环节 实战 这次会有一群现任的骑士到场 并且跟学生交手 武器全部未曾开封 医师也在一旁就位 按理来说 普通学生不可能胜过骑士 但重点不在胜负 而在于比试过程 率先出场的是塔尔朵 卢各倒是一点也不担心 毕竟他对塔尔朵有足够的信心 用长枪的塔尔朵 实力顺着凌驾于现任骑士 这是他用了图哈德的技术 外加前世的知识 才将塔尔朵训练成这样的 更何况 他还把塔尔朵送上过战场 让他体验了几次实战 那骑士先向塔尔朵鞠躬 两人说了些什么后 马上进入战斗 当然 结果如同卢各所料 身为佣人的塔尔朵轻松获胜 不仅如此 塔尔朵因在战场上表现出众 还获得了雷速英雄的称号 确实非常符合战场 将封魔法与体术结合的塔尔朵 但考虑到之后还会成长 卢各有打算将图哈德之眼 赐予塔尔朵 至于不擅长战斗的蒂亚 理所当然的输掉了比赛 蒂亚走下擂台 取而代之勇者艾波纳登场 既然是勇者 他的对手是骑士团长 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 都是位于骑士团顶点的男人 那团长身穿全身铠甲 才是用到超稀有的金属命营 强刃程度跟一般铠甲无法比 在卢各看来 是很明智的判断 毕竟武器未开封 不穿装备肯定会面临生命危险 果然就在比赛宣布开始的一瞬间 艾波纳原地消失 然后出现在团长面前 甲拳 挥拳 第一声巨响 是团长的肉体 与勇者的一拳发出的碰撞 第二声巨响 是团长被击飞了一段距离后 砸向地面的声音 在艾波纳挥拳的路径上 身穿铠甲的团长 与观众席陷了几公尺身 铠甲已经碎成渣 这一秒内发生的动作 快到连图哈德之眼也难以看清 这就是勇者 尚未进修之前已经如此恐怖 哪怕再过一个月 艾波纳就能变成一个怪物 实在是荒谬至极 卢格与诺伊修的鄙视是最后一组 这样安排 也是为了决出测验总成绩的榜首 擂台上已经有副团长在等候 这次鄙视 卢格刻意选择用剑 如果用自己擅长的短刀 枪械 恐怕身体会在思考前就做出反应 难保不会杀掉对方 这样一来 图哈德暗杀技术也会曝光 裁判确认准备就绪 宣布鄙视开始 因为有图哈德之眼 所以卢格早就知晓副团长的魔力量 他将魔力试出量调整到与对方一致 魔力量相同 接下来就要靠剑术和体能强化技术 相互揣夺的各种技巧 以及精神力来决胜负 卢格将所有注意力放在副团长身上 卢格开始飞速思考 他是暗杀者 他也受过正面搏斗训练 但那只是暗杀失败的保险措施 所有战斗方式 全部建立在暗杀这一设定上 但现在 图哈德加的暗杀术已被自己封印 靠正统派剑术能达到什么地步 体能强化技术卢格占上风 但若单纯比体能就会吃瘪 虽然有超回复 但肉体年龄过低 对方是成年人 且拥有强壮成熟的肌肉 硬碰硬绝对不利 在炉内风暴的同时 双方挥剑 副团长的剑风快且凌厉 因此卢格稍微收敛剑势 并放缓力道 在剑与剑强碰的瞬间 卢格行云流水抽身缓解劲倒 而对方每察觉到这一点 就立刻挥剑追击 卢格再怎么躲 也无法一直躲下去 更何况的副团长正逐渐逼性 像这样正统派的剑术过招 大概七八招之后就会玩完 靠正统派剑术 怕是怎样都赢不了 卢格从疑虑变成笃定 现在他有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这样用正派剑术打下去 迟早会输掉这场比试 二是在不暴露暗杀术的情况下 用另外一招 只不过会很显眼 不如输掉吧 反正低调形势也是好的 正当卢格如此决定时 他听见了蒂亚和塔尔朵的呐喊声 老婆都在卖力打扣 自己又怎能放弃 卢格打消之前的念头 他可不能在妹子面前出丑 就在下一机 卢格放弃回剑 直接用腿踹向副团长 这是经过魔力强化的一击飞踹 被对方发现后 迅速反应过来躲掉了 下一秒 卢格又朝对方制出长剑 当对方注意力放在武器上时 卢格在那一瞬间 迈步蹲下从视野消失 钻进死角 他压低姿势 出现在对手的侧后方 随后用剑翘进行突刺 卢格从死角发招 从对方惯用手的相反侧刺去 只要击中太阳穴 就能拿下胜负 没想到却被手甲挡下了 难以防御的这一招 剑翘被副团长用剑砍落 学生小弟 这样就结束了 副团长高举大剑 似乎是想以下批来结束比试 卢格在失去了武器的情况下 反而飞速迈步上前 双方极度贴近 对方就无法把剑挥下 卢格运用脉步的动能顺势扭伸 将全身进到 集中于掌上推送出去 即使相当于零距离 也能施展极具威力的一击 这是让凝炼至极的魔力与气 在对手体内爆发的一击 是非同小可的掌劲 爆炸声随之响起 副团长飞到半空 在擂台外滚了五圈才停下 裁判上台 宣布胜者为卢格 一时也立刻前往副团长身边 有人欢呼 也有人质疑 好在副团长没过多久就醒来了 卢格将副团长拉起来 两人友好的握手 副团长表示 输得心服口服 他非常希望卢格能来骑士团 至于和卢格同时进行比试的诺伊修 最后也是凭借魔力量 释出的细微差距 迎下了这场比试 基于测验的综合评定 塔尔多以用人的身份被选入S班 勇者艾波纳 则以第四席的成绩进入S班 第三是地亚 同样也有S班的资格 卢格与诺伊修则并列首席 总之 卢格一行人成功进入S班 计划第一步完成 现在只剩何勇者成为朋友了 不过就算进入了学院 似乎还有另一事件在等着卢格 据说他接到了一封密令 至于具体内容是什么 还请等下回 突然去被校长找去 看来我们相当受到期待呢 我想也是 毕竟被找去的只有我们四个 对话的正是卢格与诺伊修二人 并非S班全员被要求与校长会面 只有卢格 蒂亚 塔尔多以及诺伊修四人 他们来到校长室 在用人的带领下进入房间 校长已经在房间内等候 这是位拥有强健体魄的男子 虽是满头白发 却完全感受不到衰老的痕迹 反而全身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魄力 五年前 这个男人还是骑士团团长 据说即使现在退休了 还是比现任骑士团团长强 校长转过身 看着到场的四名学生 感谢你们前来会面 尤其是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是指勇者现世一世 勇者艾波纳力量强大 只不过未成气候 他必须得有人扶持 校长环视了一圈这四人 然后继续讲道 你们身为其同创又优秀 担任勇者的伙伴 再合适不过 进气内 我会要你们陪勇者 启程至各地 明明是微笑着说出的话语 却隐藏着一丝威胁 大家只能沉默 事实上 卢格完全能明白 校方真正的意图 他们四人被期待的角色 并非单纯成为勇者的好友 而是勇者艾波纳的枷锁 众所周知 勇者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生物 之前的测验现场也能看见 勇者力量在成长之前 就已经强到离谱的地步 根本没人能束缚他 就算是他要灭国 也只能任其发展 这样的勇者必定还会成长 力量还要增强 就像没有枷锁的怪物 比魔族魔王更可怕 所以要从心灵上予以束缚 简单说就是让勇者觉得 有重要的朋友在这里 所以要保护这个国家 之所以校长没让他们四人 成为支援者 是因为以勇者的力量 根本不需要支援 不脱后腿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因此才让卢各他们成为监视者 成为勇者心灵上的一把枷锁 洗脑不管用 药物不管用 因此要运用朋友 动之以情 很残酷 却也很合理 塔尔多有些胆怯地询问 若是这里的对话外泄会怎样 结果校长回答 将是围对亚尔班王国的反叛 而且是顶级重罪 失败也会如此处置 大家彼此面露苦笑 开学没几天 就强行接下任务 还不能失败 对他们这些14岁小孩来说 确实有些过分了 总之 卢各他们只能默认答应 学院也会全力支持他们 这段利用与反利用的学院时光 趁势开始 只不过 卢各在离开校长办公室后 想起了女神的话 勇者打倒魔王以后 会保不住精神正常 而起意毁灭世界 到目前为止 他不知道这种未来的前提是什么 如果他成为了勇者的朋友 世界还会被毁灭的话 或许让勇者发狂的导火箭 就是他自己 想到这里 卢各决定起码要在 成为勇者的友人期间扶持他 只要能去进勇者 不会发狂的未来 不用杀他就能了事最好 不知不觉 卢各又看到了 埃波娜孤单一人的身影 他决定立刻就去打招呼 起码要让对方先记住自己 我是跟你分到同伴的卢各 图哈德 请多多指教 你 你好 我叫埃波娜利安诺 请多指教 卢各紧紧握住勇者伸过来的手 皮肤厚而硬 不是常年用剑形成的 而是夏天务农导致的肌肉长法 跟农民相同 看起来似乎没有练武经验 既然是同学 不如以后相互帮忙吧 好啊 不过 我根本教不了什么 卢各笑容满面 不用谦虚 埃波娜 你的身法很好 希望能让我参考参考 是吗 那你教教我功课吧 那些东西我都不会 交谈过程中 卢各刻意没有用禁语 因为他知道 勇者想要的是跟自己对等 且不会用有色眼镜看他的人 从前惨遭欺凌 成为勇者之后却被捧上天 无论以前或现在 对他来说一样孤独 因此即使被那么多人围着 勇者还是显得如此寂寞 卢各正是利用勇者这种心理 主动朝对方抛出话题 察觉到对方也愿意回抛新的话题后 再立刻结束这场对话 让对方有些舍不得 还希望多聊一下 在这个阶段 见好就收 是建立良好第一印象的诀窍 正好卢各也被教官叫去做新生演讲 卢各 你好厉害 沉重稳重 感觉好帅 而且看你这样 似乎也不容易坏掉 勇者的眼神充满羡慕 只不过最后的呢喃信语 还是引起了卢各的注意 不会坏掉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 卢各抱着一律灯台进行首席演讲 值得一提的是 另一边弄一休也开始拉拢勇者 与卢各不同 他是以对待女性的方式对待勇者的 但户籍上勇者可是男性 卢各认为有必要让马和私下进行调查 新生演讲结束之后 学院生活才算正式开始 只能说不愧是王力骑士学院 设施什么的 简直应有尽有啊 更何况卢各他们还是S班的 分道的宿舍跟豪宅没什么两样 还有健身房 待遇简直要逆天 毕竟设施齐全 不拿来锻炼就可惜了 因此在卢各的教导下 地压的基础体能有所提高 塔尔朵的肉体强化也逐渐提升 只不过 他的眼睛开始跟不上身体的速度 卢各想要给塔尔朵图哈德之眼 但目前为止 手术实验尚未成功 他还需要再进行一次实验 至于对象 就定在下次父亲交给他的暗杀目标吧 第一堂课 相当于教官给各位的下马威 学校规定每隔半年会进行一次测验 班级人员也会根据测验成绩变动 所以想要一直留在S班 就必须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在接下来的静态学科中 卢各发现勇者已经开始头大了 这样一来 他也能借此机会教勇者学习 课程结束后 卢各一人回到宿舍 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信科正在鸟笼休息 腿上果然有一封书信 这是来自图哈德南爵的密信 表面是对儿子的关心问候 实际上是委托卢各把潜入学院 试图暗杀勇者的某位杀手给解决掉 卢各看完后只觉得好笑 有谁能杀得了那种怪物呀 真能杀的话 他倒是蛮想让对方试试看 实话实说 从接触勇者的那一天起 卢各一直在模拟暗杀勇者的计划 任何场景战术都想过了 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以现状而言 成功率最高的暗杀方式 是动用昆古尼尔 还不能只用一发 或者趁勇者睡着时 不停发射神枪轰炸 直到魔力无以为继 就算是这样 最多只有两成胜算 所以这种对手谁杀得了啊 卢各苦笑着 明明自己也是暗杀成员之一 结果还要保护暗杀对象 属实有些讽刺了 一周之后 学院开始了实战训练 所举行的模拟战 会是学生的实力来决定组合 用的武器并没有开封 彼此以剑互搏 甚至动用魔法都是被允许的 反正在作者的套路下 我们男主的对手 自然是安排勇者来担任 其实按理来说 和勇者交手 亲自感受力量差距 是最高效的收集情报方式 只不过前提是卢各得活下来 听说之前 测验时和勇者对上的骑士团长 至今还躺在病床上 要是换做其他学生 来当勇者的陪练对象 后果不堪设想 卢各 那就请多指教 不知何时 勇者已经站在了卢各对面 一脸友好 却又带着几次兴奋 跟你说呀 我会小心的 所以别坏掉啊 又是这种话 卢各妄向教官 一脸真的要我跟他打妈的样子 后者非常觉醒地点点头 没办法 卢各举起箭 但他根本不打算用剑战斗 不用自己熟悉的战斗方式 只会被玩虐 同时 卢各一边开启超治疗 一边将图哈德之眼提升至极限 恐怕就算是提升至极限 也无法看清勇者的动作 在教官宣布开始的一瞬间 勇者消失了 跟那时与团长对战一样 卢各的图哈德之眼 只能捕捉一点点残影 就凭借这一丝残像 卢各支出短刀 往旁边垫步 停留在半空中的短刀 就在那一瞬间 像子弹一样震飞出去 插到观众席上 至于卢各 光是封压就把他震开了数十公分 如果那一瞬间自己没有躲开 而是选择用全环机的话 那自己的胳膊绝对会碎裂 被躲开了 我的这一击 卢各 你果然没坏 虽然只有一点痕迹 但卢各的短刀 确实给勇者留下了点挫伤 现在站在对面的艾波娜 正在愉悦地笑着 那是发自内心的笑 教官没喊停 对练还要继续 艾波娜显得由衷开心 气血冲上脸部 高举手臂猛攻过来 这场战斗让他乐在其中 勇者最强劲的武器 就是他的体能 光凭离谱至极的体能 就能碾压 卢各至今积累的一切 当然 他也存在缺陷 那就是攻击预备动作 过于显眼 身法拙劣 战斗间叙事不足 简单来说就是太忙了 高手过招 一般都会在动作间 穿插假动作来迷惑对方 但勇者的招式 一看就知道是个外行人 过于直来直往 实在很容易预判 在卢各看来 对手的体能确实强到逆天 但动态势力 还是自己更胜一筹 正因如此 在躲过两三回之后 身体正逐渐习惯 可光是为了看清 勇者的出拳轨迹并躲避 大脑就已经负荷严重 身体也残破不堪 这样下去 战役绝对会被耗尽 大概是看见自己 每次的出拳 都被卢各躲掉的缘故 勇者逐渐不耐烦 出手的动作越来越大到阔斧 焦虑导致每一次攻击 都带上了多余的力量 本就单调的动作 变得更加单调 接下来大概会使出 秒团长的那一拳吧 卢各如此想着 在勇者使出这一招的前一秒 通过预判 躲到全路之外 在抓住勇者 完全伸出了手臂的一瞬间 卢各一短刀突刺还手 刀身碎裂 下个瞬间 他就被封压 震到擂台的遥远笔端 就连像样的护身动作 都来不及做 卢各就出界了 还在界外滚了好几圈才停住 仅仅是抓住一次机会反击而已 就变成这样了 还要暗杀勇者 简直离谱 彼时到此结束 胜者卢各 然而卢各本人已经站不起来了 体力与精神上的消耗 可不是闹着玩的 卢各疲惫的瘫倒在地 全身挫伤 手臂骨断裂 反之勇者只有额头一触擦伤 卢各 能遇见你真好 下次我还想跟你交手 战斗狂 绝对是战斗狂 难怪会讲出不会坏掉的话 在艾波娜的帮助下 卢各站了起来 没想到 你竟然喜欢战斗 不 因为我是勇者 我与米雷约定过要变强才行 可只要我出手 大家都会坏掉 这就是强者的凡尔赛马 我很担心 但是卢各你不会坏 所以我能好好练习 也会努力保持自我 勇者握住了卢各的手 所以能不能以后像今天这样陪我练习 卢各 只有你能帮我了 这可真是头疼啊 接受了 自己就是勇者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不过自己可能有生命危险 但这么好的机会 卢各不能放心 好啊 乐意之志 一边研究勇者 一边让自己变强 还可以获得他的信任 那么赌上性命便有其价值 之后的日子里 勇者只要有不懂的课业 就会来问卢各 感觉戒心大幅下降 同时卢各通过暗中调查 也了解到勇者其实是个妹子 且他与一名名为米雷的女性 似乎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回忆 而这段回忆毫无疑问 就是勇者的弱点 至于勇者的弱点到底是什么 还请等下回揭晓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